一般的民眾如果接到發言的規定 常常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為了讓平安的民眾可以方便得到答案 中華電風發言開辦視訊主順的服務 民眾只要到服務幾點來掛合 就能用視訊的方式來發言聯絡 解決自己的疑問 中華電風發言人員在電腦前實行 他不是直播主 他是在為民服務 這是電風發言最新的服務措施 民眾只要電風發言的性格 如果有任何疑問都可以以後掛合 運用視訊的方式 不用本人到發言就可以得到答案 司法院推行了一個新的政策 那就是以網路來取代馬路 那以後我們這個民眾就可以就近在 我們指定的地點來預約 來跟我們法院來進行 進行視訊的那個連線服務 我們法院會提供那個 關於訴訟程序的一些諮詢 讓他們可以先透過視訊 來取得一些相關的資訊以後 然後可以先準備資料 然後等準備完資料以後 再來跟我們來 再來法院來辦理 這樣子會比較節省一些時間 法院林自家良標示 目前有30個核武器店已經建立好實心中筆 有數據民眾只要到各幾點掛合 又何時間就能阻塑發入問題 目前在核前是不錯 但橫水木橋以及水條街為挽回頂頂的地方 都是核武器店 比如說拋棄繼承 那可能需要很繁瑣的一些程序 要準備一些很多的資料 以往民眾往往必須要先來法院 先來跟服務處這邊來諮詢 那可能就造成民眾可能要辦一個事情 可能要跑法院好幾趟 那這樣子很造成不變 只要透過預約在指定的地點 像各地的這個附贈事務所 或者是像餓水的調解委員會 還有我們這個稅務局 有這個北斗跟園林的稅務局 都可以預約 很多人都不敢去法院 不過如果是剛才要處理法律問題的時候 甚至是招聘集團 更會法院主流 未來就不用特別照到法院 可以利用事先的方式來尋求協助 便民有個大心 大中華新聞 中學報道